我們現在來實際測試看看Draw on Screen 這個螢幕畫筆的APP 執行了之後 在滑鼠就是游標的呈現狀態 總共有四種 你可以自行選擇比較清楚的 再來包括顏色的設定 或是一些筆記的部分 這些就是屬於付費功能 讓我們在這邊 如果要進入繪圖模式的話 我們像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這邊螢幕上把它繪製完成 一樣可以上一步 或者是整個畫面把它清掉 那麼如果我們在繪製的時候 想要暫時把筆記隱藏起來 我們可以按下這個眼睛 這個時候呢 螢幕畫筆的功能就暫時消失了 我們現在就回到標準的操作模式 那有些時候您覺得說 這樣子選單的部分呢 會影響到我們的畫面 你可以按這個把它收起來 這個呢 可以把我們的選單列把它收起來 那等到您有需要的時候呢 再從上方再把它點閱出來 另外選單的部分呢 也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出現位置 所以可以試我們的使用情況 來自行調整 放在哪一個位置比較好 那記得如果想要再出現 進入繪圖的一個狀態的話呢 再把眼睛關掉 這個時候剛才的筆記會繼續出現 那您又可以繼續在螢幕上 進行繪圖 所以我就會試一下 一邊 一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